大家好,我是小哈 现在已经是半夜了 那么刚才我已经睡觉很久了 然后我突然 记得那个小灰还在楼顶呢 现在很冷啊 该被急都不暖了 我现在要去把那个小灰 扛到这个房间里面来放 你看我 这边的天气 7度啊 才7度 那么等一会还要下降 6,5,4,3 这样子慢慢下降啊 现在我们上去把那个小灰 扛下来 你看 现在我的小灰 现在已经醒了 听到大声音了 冷啊 小灰 我现在 一人一边 我们把它抬下来 我们现在拿到小灰 暖多了 你看现在这窗啊 全部关得延延细细的 在这里非常暖 他们被吓到了 他们被吓到了 下来了 小灰灰下来了 现在在这里不冷了 不像刚才在楼顶太冷了 风又吹又冷 嗯 等回暖了我们再拿上去了 这些是蝗虫 因为是解冻了 我现在 这个热水啊 它来给它输松一下 然后我就可以喂它们了 要不然太冷了 太冰了 它吃了会吃坏肚子的 看 现在这蝗虫已经弄好了 晚上不要喂那么多 我就 六支 六支就行了 这些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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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你看 现在在下面真的好冷 现在在室内的温度 大概有个 十来度 诶 怎么拿去用呢 我去 呀 真是的 用掉了 用了就没得吃 这小灰太坏了 把一个摁在上面去的 这个找到了呢 没有了 就喂这么多了 谁就把它摁掉了 你看那里有窝 他们也不抓进去的 买几个窝 回来给他们 他们都不抓进去 你看现在还想吃啊 没有了 可以了 店一下肚子 明天早上再备了 现在就喂那么多就行了 不让他们吃的太饱了 那么现在就让他们休息了 这里室内的温度大概有十来度左右 那么在楼顶就不一样了 那么冷风吹过来 可能他们睡觉都会发抖了 嗯 可以了 我们今天晚上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大家好 我是乔头小龙 今天我买了十斤的黄皮果 拿来泡酒吧 现在我要把它拆出来 然后清洗一下 哎呀 这边这是冰糖 这种黄皮果是没有纸的 要这样 谢谢大家 好了 现在剪完了 哇 和那么多汁出来 都有一斤重了 这黄皮果五块钱一斤 好嘞 现在我们清洗一下 再给我一杯 好了 来吧 这都可以吃了 喝一点 细碼 再给它 放 셋 先给它 再过一切水 好了,现在我们拿到有阳光的地方去上一下 要刷到他们那边,一干后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黄皮锅已经在盖了 现在我们把它倒进原型里面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了,我们在倒入冰糖 现在是十斤的黄皮锅,然后放一斤半把冰糖 这些冰糖每一半是四的,这里有四包,不用放完了 这里我们是米酒,这一罐有三十斤四十度的,我们把它倒进去 好了,可以了,我不能到个探卵了 这个酒是我一位老友告诉我泡的,泡的越久越好 最低要泡两年左右 他说这个酒泡两年以后开出来 比那个拉菲,拉菲我也不懂是什么酒 不过比那个还要好喝,比那个还要正 好了,我们现在把它盖起来,把它密封起来 好了,我们这个酒要懂到两年后再拿出来开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暂时先分享到这里 好,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好,拜拜 好吧,拜拜 好,拜拜